客戶編號指的就下面這東西 那我們按關閉之後 就可以直接到消貨單 這裡如果要做一個 一個清單的話就直接從資料裡面的 資料驗證 那這裡的話呢就是直接按F 如果空的 就按F3 F3裡面就會有個客戶編號 你就把客戶編號的這一個名稱 其實就指向剛剛的這個客戶裡面的 A欄裡面的資料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這個地方往下就會得到我們的編號部分 那再來就是說呢我編號 選到之後 名稱 電話 地址 我怎麼讓他帶過來 這個部分呢也是一樣 利用什麼呢 利用這一個 V2函數去查詢 不過查詢之前 當然你可以用選的或者是你可以把這個範圍 定義一下 比如說今天希望把這個範圍 定義一樣 在公司裡面的話 不過定義特別注意 如果從選舉範圍建立的話 要選到 上面的 上面的這個 欄位名稱 如果是只是範圍建立的話 單一 你就上面的 這個 欄位名稱不要選到 然後這裡的話選一個定義名稱 也就這個名稱的話 我叫做客戶好了 這個範圍就叫客戶 然後呢 有這個範圍之後的話 要按確定 將來我就 V2函查詢的時候呢 我就不需要再去 去用選的 我直接按一個 F3 就可以幫我帶出這個範圍 OK 這裡的話呢 就是 名稱定義一下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帶出資料呢 這邊插入函數 一樣找到最近使用過的 V6函數 那他lookup value 是這個 從 這個編號裡面去查 查什麼呢 查如果說 Table array Table array就是 對照表的意思 對照表就剛剛我 做的那個範圍 就是F3一下 就是客戶 客戶 按確定 那 Col Col 就是Col Colindex 就是你要把資料哪一籃的資料取回 那第一籃一定是比對的籃 所以一定不會是第一籃 那這裡的話呢 應該是在第二籃 我們的名稱在第二籃 那你可以看一下底下就會出現一個預覽 一將企業 企業集團 那沒錯 比對的模式的話呢 如果是0的話 就是完全 要一模一樣 1的話就是模糊比對 接近就可以 這裡我們用0就可以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裡的話 就會出現的是 這個 你選 你這邊選哪一個編號 它就自動會跳 對應的哪一個名稱 那當然一樣的方式 電話 在第幾籃呢 第3籃 地址在第4籃 所以其實比較聰明的做法是 如果你已經做好一個 就把這個公式按右鍵複製一下 取消 然後這邊的話呢 把右鍵貼上一下 然後把這個地方的2 改為3 因為我取回來是第3籃的資料 這個地方一樣貼上 把它改為4 這樣的話就取回地址了 也就是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我可以快速的 去取得我的資料 喔 不過呢如果說有個問題啦 假如說 編號裡面沒資料的話怎麼辦 就 會出現什麼 錯誤 那錯誤怎麼解決呢 一樣 如果這個是blank 那這裡面就空的 就跟剛剛一樣 所以請各位 再試試看 把這個地方 加上 if itsblank 哪一個呢 這一個 B3 那就 不要填入任何東西 反之的話 就填入這個Vlogan 的函數公式 我想 這裡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重點 再提示一下 第一個就是 這個日期 這個日期加上 Vlogan 去查一下 也是用Vlogan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一個清單 那我是在 客戶裡面這個範圍 先建立這個清單 喔 那下面那個是建立這個清單 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